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吗了 喂 小鬼 我最近忙着谈恋爱呢 对了 你机票订了没有啊 我去接你啊 我不是说我要实习不回去吗 爸妈没有跟你说 你再说一遍 我 我 我在这边好不容易找到了实习 这边实习本来就很难找的 好不容易找到了 我可能要去 而且爸妈都同意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你好好说啊 我 我 我有好好的 我有好好的说啊 我 我 我又不是干什么坏事 你干吗 行行行行 你爱干吗干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次要被骗了 你别哭着鼻子来找我 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管你啊 什么叫被骗 你这叛逆期真够长的呀 高二叛逆到现在还在叛逆是吧 我跟你讲 你本来就没脑子 谈个恋爱就更没有脑子了 我没脑 我没脑子 都 怎么不像你吧 谈恋爱还要拿着喇叭到处说 你想跟我吵架是吗 是你要跟我吵的 那敢你要是懂点事 我用得着什么管你吗 你自己想想啊 行行行 你爱干吗干吗 你想谈恋爱你就谈你的恋爱去 你要不要再来招了吗 你哥 嗯 不懂事的哥哥 快点处理一下 你放开 你先处理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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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帆潮廁可以 快点眼睛 你先处理一下 不要再住 시고 我不去了 好吧 那你加油 喂 要是吃饭了吗 我还没有去 我忙完就去了 你有吃饭吗 我等会儿要开个会 我怕没时间给你打电话 对 那你就忙完了之后再跟我电话 好 还没好 你没好打什么电话呀 我 一会儿再跟你打 不好意思 以后上班的时候不要干私事 知道了 你现在应该感受会跟之前挺不一样的 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 虽然同学们多 但是圈子小 单纯点 但是你现在进公司了 每个部门之间都要相互竞争 上面还有领导上司 不过他们说什么 你也就听着吧 反正现在就是多学多看嘛 你也别太在意 毕竟还只是实习生嘛 好吗 好吗 你好奇怪哦 我本来今天下班都觉得很累很累 但是看到你之后 我就好像充满电了一样 充满电了 那 我也要充电了 我充满电了 要充满电吗 还没 充满电了 再多充一会儿 充满 啊 啊 啊